台中清水紫云岩 昨天晚上有一名女子竟然骑车上楼梯 直接冲进庙里 停好车就混了过去 莫及民众表示 有看到她一度爬起来 用手拜了两下 然后又晕倒 索性警校人员感到发现 她只是情绪太过激动 送医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宫庙内拜拜的跪店前 这名女子神情恍惚 一旁还停着她的机车 下一秒突然倒地混过去 救援人员感到立即确认女子状况 还好生命真相稳定 疑似情绪不稳 才会失控倒地 这名女子在9号晚上8点多 把机车骑上清水紫云岩 庙前楼梯 直冲大殿拜拜 一旁相客全杀坏 警方定时间调阅监视器 发现女子骑车进入庙前广场后 居然没有下车 还继续往楼梯冲 索性整个过程没有造成其他人受伤 现场除行为人轻微擦伤外 无人受伤亦无踩损 辖区远警通知女子家属 协助送往医院治疗 将等她心情恢复平静后 再倒案说明 厘清事法主因 记得送往一张台中报道